It's Michael 和Boundly明明是同一世界觀 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故事 裡面沉重、貼近現實的劇情 讓我這些老玩家感覺患然一新 因此Michael也很常被網友調侃是眾女樂團 不過最近Boundly其他團的劇情 也開始有了不同的面貌 除了許多新角色加入 劇情不是變成眾女團 就是在變眾的路上 我稱之為Michael化 而這次首先要來看到的樂團 是我之前多次介紹的Mophonica 時間退回新學年的開始 Mophonica全員升上高二 在新學年 他們看到校內背著樂器的人越來越多 似乎是Mophonica的表演給了他們組團的動力 比如說有個Mophonica的迷妹 還去KTV想點他們的歌之類的 Toko甚至將此線上稱為Mophonica的旋風 簡稱跟風仔 在打工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Nanami成為家庭餐廳的領班 而出庫系則因為伊布和出庫 時間變忙碌 獨自一人應付顧客的情況變多 至於在班級規劃方面 這是本來的分班配置 而這是現在的分班配置 Mashio不再和Toko同班 取得代之的是和Toko和Rui Toko在別班依然成為班長 而Mashio這一班 Toko竟然成為班長 重點是班上的候選人也只有他一個 所以得票率是百分之百 還揚言濫用直選處罰不聽話的Rui 不過Rui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已經決定要參選學生會會長 如果真的選上的話 到時候班上會變得多麼精彩 我想自然不用說了 在Live方面 Mafonica參加了GBT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就是之前Apsago說要參加的投票制對方淘汰賽 可以看我的這支影片 進行的時間是從他們上個學期的尾端就開始了 所以目前已經進行到第三輪了 順帶一提 同樣的也過關斬將來到第三輪 放學時間 Mashio他們齊聚一堂 說著新的一年帶來了各種改變 這時一道聲音傳來 說著已經到了放學時間了 是時候該回家了 經過Mashio他們接下來談話 我們知道原來那號人物是今年新任的理事長 他還開學室提到希望大家能秉持 Tukimori的禮儀和傳統 並以適合Tukimori的學生行為做事 而學生會會長的選舉 也因為他的一句話而造了延後 聽起來是一個相當傳統和保守的人 Tukimori來說自己不喜歡理事長這樣的人 不過此時的他們還不知道 接下來在校內 將掀起一股鐵萬事的Tukimori改革 之後Mashio他們繼續過著他們的日常 要說比較遺憾的 就是綠當上學生會長 Tukimori當上班長後 忙於公司沒辦法每次都一起吃午餐 一日Mashio他們又聚在一起吃午餐 Tukimori提到綠青於學生會的攻勢 Nanami則根據他得到的消息說 理事長目前正在審視學校大家小小的事情 所以會很忙碌 話風一轉 Nanami提到了GBT的四回戰 沒錯 第三輪也已經打完了 Mofonica再度取得勝利 而四回戰也意味著Mofonica進到16強賽 Tukimori自然是高興的不得了 當場立騎說 就算對上的Aftergo也一定不會有問題 這時教室突然傳出學生的騷動 Mashio他們聽到聲音後趕過去 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只見鞋櫃前的黑板貼了一個告示 上面內容寫著 要重新執行以前Tukimori沒有執行的校規 其中包含手機在校內禁止使用一條 原來竟用手機這個校規一開始就存在 只不過之前的理事會比較開明而沒有執行 想當然的學生們叫苦連天 但還沒有完全理解當前的情況 另一把火就燒起來了 原來Toko和Ryu因為手機的問題在教室炒了起來 Ryu選擇遵守規定 而Toko則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要求 面對對手是連QQ都認嘴硬的正論爆擊機 又沒有外援的情況下 Toko自然是敗下陣來 於是接下來Toko學聰明了 竟然沒有辦法用理論說服你 那麼搭配實作總有辦法了吧 Ryu你看看這個影片超好笑的 如果以後在校內不能用手機 以後就不能馬上看到這麼有趣的影片了 這還是全人類的損失喔 所以應該要馬上恢復使用手機喔 Toko再度說服失敗 之後再回去尋找其他方法 又到了午餐時間 Toko和Ryu再度齊聚在涼亭吃午餐 Toko和Ryu依然因為公事缺席 Toko和Ryu談到Toko和Ryu吵架的問題 明明自己是團長卻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愧疚感油然而生 Nanami安慰Toko 認為兩人不會有問題的 他認為Toko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讓Ryu理解自己的想法 想起之前Toko和Ryu吵架時 站在旁邊的手足無處的模樣 如今Nanami成長了許多 除故系取取自己未來也能夠獲得更多成長 並說這樣的局面一定會好轉的 因為我們是Mophonica 幻音剛落附近傳來李市長的聲音 原來李市長在尋校的時候看到許多學生使用手機 於是警告他下次再玩手機 就會遭到沒收的處分 Masher看到這個景象後心煩意亂 甚至到了放學後還一直在想這件事 從Tukimori看去的景色不再閃閃發光 而是變得灰暗 三人都明白 如今的Tukimori已經和之前截然不同了 李市長是來真的 Tukishi安慰不安的Masher說 要是出了狀況我會保護你了 一次活動就立了三隻棋子 Tukishi還真憂膩的 之後Toko來了 但他和往常不同 以前熱忠於練團了他 如今卻一上來說要開 把超嚴格的校規並沒有的會議 要想辦法讓駐海邊的李市長撤回校規 對於GPT四回戰的歌曲 安排顯得不在乎 稍後感到Hiromachi工坊的率 看到Toko的行為也不以為然 從他的口中說出了更加震驚的事實 如今的Mafonica 沒有辦法繼續進行樂團活動 原來在稍早 李市長和學生會共同決定 除了禁止手機等微禁品外 也要重新審核校外活動的申請 原本只需要申請書的模式不復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要得到李市長和學生會 符合Tukishi Mori學生風範的認定 才能繼續進行 這樣規定不只適用於樂團 還會影響到打工的學生 Toko聽到這個規定 當場和Rui吵得起來 相較於校規 他更對Rui選擇遵守校規 站在李市長一邊感到憤怒 面對逐漸失控的場面 除了禁止想到的Mafonica之前說 害怕Mafonica就此消失了一番話 他內心告訴自己 身為團長必須做些什麼 這份執念讓他挺身而出 Rui 劉伊 桑子 這次也不可能 能不能上班 知道學校的事 但要不再加上Mafonica 一起去加上Mafonica 想要再加上Mafonica 考慮一下 聽到Tukishi的自白 Rui和Toko停止爭吵 並且達成共識 要面對如今的困境 他們將自己一年以來的樂團活動 作成報告書 搭配與Tukimori 校訓相同的樂團裡面 最後再由Rui匯整交給學生會 轉眼在學生會內 審查已經結束 李市長前來關係Rui的職務情形 並且給予Rui極高的評價 看這長相這個個性 我還以為你是Rui的姊姊 怪不得Toko不喜歡你 從談話中我得知 原本只有李市長要獨自審查校外活動 和學生會共同審查的意見 是由Rui提出來 以確保李市長不會過於獨斷 此外 李市長對於古典樂以外的音樂 並沒有好印象 就在李市長期許Rui能繼續保持時 Rui提起了金融手機的事情 希望李市長能重新考慮該禁令 李市長的回答明確且強硬 他說 他不會重新考慮 因為遵守校規對取回Tukimori精神是必要的經過 聽到這句話 Rui當然和我們觀眾一樣臉上充滿了問號 詳細詢問的結果卻是一個亞洲家長式的回覆 就這樣 Rui走出校門 馬修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在門口迎接 Rui將樂團和打工審核通過的消息告訴馬修他們 馬修他們興奮地討論著樂團的下一步 然而在Rui心中 李市長的那一段話伴隨著困惑越來越大 最後 畫面出現五個人代表色的閃疊 被關進了龍內 就過了一陣子 某風妮卡的GBT四回戰開打 不幸的是 儘管他們都認為自己做到有史以來最好 然而再來和Aftagor的對方敗下陣來 幾天後在Tsukimori的午餐時刻 馬修他們討論自己輸給Aftagor的事情 失去一直以來的目標是很難受的 不過他們也被Aftagor精彩的演奏所震撼 律於認為 既然GBT已成定局 那麼接著就該著手準備音樂季的事情 Aftagor在接下來的音樂季 合奏出他一直以來追求的音色 這邊補充一下 他所追求的音色和Linco的合作有關 有興趣的人可以觀看這一回劇 開朗的Toko提議暫時拋開不開心的心情 放學後一起出去玩 換來了卻是四人的驚訝與沉默 原來李市長也開始整治放學後的活動 放學後開始不能去其他地方 唯一的選項就是回家 Masheel難過的說 就像在多雲的天空下 他看到小鳥無法飛翔 因為他們擔心什麼時候會下雨 他可能會回到過去那段無拘無束的時光 儘管不悅 但是為了悅團 Toko還是將違反效果的衝動忍了下來 然而另一方面 李市長仍然在步步進逼 A班的半島向Masheel走的過來 並表明李市長要見他 充滿疑惑的Masheel 就這樣單獨和駐海邊的李市長面對面 然李市長在Masheel的資料中發現他是高中考進來的學生 因此他對Masheel起了興趣 因為李市長自己當年也是個外校生 欸對你們可能不相信 但李市長竟然也是外校生 李市長詢問Masheel在學校過了如何 就像Masheel還在思考該如何回應時 一套骨和拳朝著Masheel的內心一頓重擊 白話大家就是 面談結束 楚歌西他們等在門外 迎接而來卻是眼淚愧疑的Masheel 透過Masheel得知李市長的發言後 大家非常的不悅 於是為了安慰難過的Masheel 讓Nami主動提議 週末一起去西布亞遊玩 在西布亞 Masheel和Nami一起逛街 一起去不曾去過的店面 一起拍舞蹈影片 玩得非常開心 喔對了 透過因為沒有整理房間 被他的阿嬤禁足所以沒有來 回程 Masheel和Nami在雨澤咖啡廳談論這一天發生的事 Masheel感謝Nami的邀請 說著說著的話題再度回到當天 讓他致敬根根於懷李市長的話語 那一番話對Masheel來說 否定他是Tsukimori的一員 也否定了他加入Mofonica這一年來的努力 自己原來還是什麼都沒有變 明明想說不是這樣的 話卻停在嘴邊說不出口 自己是那樣的無力 卻又如此可憐 自己之所以會被李市長這樣說 是因為他不夠努力嗎? 是因為他沒有遵守嚴格的效規嗎? 他將這份迷惘向Nami傾訴 而最先回答他的 是一雙握住她溫暖的手 不只是Nami傾訴 不只是Nami傾訴 他們也一直默默的在身後看著Masheel 不管是煩惱、迷惘、失落、快樂的事 他們都看到Masheel一直以來拼盡全力 但效規與否並沒有任何關係 因此無論幾次 他都會在Masheel的身邊說不是這樣的 這個時候 出谷送上他們的餐點 貼心的他偷聽到Masheel發生的事 於是奪作了一個蛋糕給他 在Masheel感謝之餘 Nami接著稱讚四回戰們的GPT 當時AFTARGO耀眼的表現 出谷說他們當時想贏的心情 比任何時刻都還強烈 因為他想珍惜從現在起的每一刻 原來出谷在這段時間 也遇上了讓他感到無力的事 是說是和樂團有關 然而比起因為問題無法解決而原地踏步 他更想要為自己目前做得到的事情而努力 他相信只要努力 未來一定會有解決辦法的 回途 Nami和Masheel走在回家的路上 聽到粗骨的故事之後 Masheel終於放下李市長的那番話 悔恨、自責的心情被拋出腦後 他現在希望的是珍惜和Mafonica的其他人度過的每一天 努力完成現在能做到的事情 Nami聽到後也在一旁幫忙打氣 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在Masheel想要停下來的時候 在背後推他一把 回到家後 Masheel對於自己在回家的時候說的話不斷思考 如今的他能做到什麼 就在這時 他看到手機傳來Toco的訊息 他正在寫說服李市長的請願書 應該是手機方面的 看到Toco也正在為自己能做到的事而行動 Masheel的心中有了答案 隔天練團時間 Toco信聰聰的將自己花費一天寫的企劃書給Rui審查 沒意外的遭到無情拒絕 正當Rui要給Toco上一門基礎排版該論的課程時 Masheel出現了 Toco和Toco對於Masheel恢復精神感到開心 Masheel接著將自己想實現的目標告訴大家 以前的他對自己相當沒自信 但漸漸的 他發現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變多 能夠有這樣的改變 都是因為進入了Tukimori就讀 也因為如此 他才能和Mophonica相遇 他想報答Tukimori一年以來的恩情 他想要在下次的Tukimori音樂季上 做出精彩的演出 讓所有人露出Egao 就算僅止於演奏的那一刻 但這是他目前力所能及回饋學校的方式 其他人聽到這個決定 分分表示支持 Toco更是開心地弄亂Masheel的頭髮 就這樣繼GBT之後 Mophonica再度有了新的目標 以上就是Mophonica新的一年的劇情 最近一期的Yuruni-Tomuru-Aria 比較偏日常回 篇幅關係就不提了 最近這幾回M團有幾個點還蠻吸引我的 首先就是駐海邊的李市長 他的Tsukimori精神究竟是什麼 又會制定什麼效規 讓Tsukimori的氛圍更為窒息呢 再來是Toco和李市長正面對決的可能性 不過我個人私心比較希望Toco被李市長給爭論暴擊就是了 最後是Nanami的轉變 以前的他往往都是很被動 由Toco和律掌握整個月團的主題 但在最近的劇情 我們看到的會主動提議 嘗試之前沒在做的事 甚至是安慰失落的Mashiro 那個和以前向往普通相異 不一樣的Nanami 這些都很讓我期待 Mophonica決定在未來會走向何方 不過我必須說 Mophonica在這段時期所面臨的困境 還不是最沉重的 如果有時間 之後還會再說一下 Aftar Core和Loselia最近發生的什麼事 我可以向各位保證 劇情的精彩程度 絕對不輸Michael 那麼我是不滅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謝謝你 我來謝謝決定 小明星見 請問你